男子才刚骑车到场 朋友就从口袋里头 逃出甩棍 猛力一回 两人沿街追打 一旁的邻居要拉开他们也没办法 互相扯着衣领 一拳又一拳 黑衣男骑士奋力回击 抓着灰衣男的甩棍 还把人直接压在地上 直到警方出现 才终于控制场面 下区远警到场立刻将人分开 时候了解 原来互殴的两个人 是朋友却反目动手 被打的骑士是18岁无姓男子 日前邱姓男子 带着一大群人到他家玩 结果把屋内弄得一团乱 又没有复原 两人因此口角吵架 当天碰上面 无姓男子就骂了一句 玩不起就不要玩 结果引来对方弄火 持棍尾随 回到住家楼下 而且早在无姓男子 回到住家以前 囚禁有人就已经拿着 甩棍在外头闲晃 动手打起来之后 家人听到声响 才赶紧出来帮忙 无姓男子手部稍微预清 警方迅速将两人带回 因为最后两人 因为是旧事是朋友 彼此也不愿意提出告诉 警方出动快打部队 立刻将两人带回 虽然火气消了 不愿意提告 但朋友之间就因为1.9分 这一棍打下去 恐怕也毁了友谊 暂地新闻 郑小人留警 新北市报道